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死后不设账 从前有一个乡下人 平时生活很节俭 而且非常吝啬 没几年他家富裕起来了 终于有一天 当他病倒在床上 快要咽气的时候 他悲怯的对妻子说 我这一生苦心节俭 该吃的舍不得吃 该用的舍不得用 连亲戚朋友都断绝关系不来往了 现在刚刚富裕起来 却要死了 我死后 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皮剥下来 卖给品酱 把肉卖给肉铺 把骨头卖给油漆店凹娇 他抓住妻子的手 一再叮嘱要千万记住 说完后便端气了 死了半天后 他突然又醒了过来 嘱咐妻子说 我还忘了一件事 当今世上人情浅薄 你千万不能赦账给他们 说完便真的死了 我才会有什么事 我会有什么事 说完整的东西 我还好 可能我会有什么事 我还好 你等你 你还好 我还好